我想要的是金刚色银扣的berkin25 猜猜它是谁 配货XX 等包XX 我一共是配了XX 你都买爱马仕了 怎么可能是普通人呢 哈喽大家好 失踪人口回归 距离上次更新已经过去了半年 这期间还收到了一些催更的私信 就觉得还挺神奇的 诶真的有人在期待着我更新视频 被期待的感觉真的挺好的 去年12月份拿Yvelin的那次 我跟SJLS催包 就说我跟申哥月中要办婚礼 所以希望能在婚礼前拿到包 作为婚包 他也确实在我婚礼前offer了两个包 一个是灰白色的 但是它是金扣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迎扣的 因为看上去没有那么富贵 没有那么lady 显得比较清冷一些 而且最近好像是比较流行迎扣 于是我就给拒了 然后又过了两天 他又offer了一个深蓝色迎扣的 我虽然最喜欢蓝色 但不是深蓝色 所以就也给拒了 因为生日没拿到 婚礼前也没有拿到 所以后来我也就有点佛了 因为拿包虽说是拿 但又不是不要钱 配的那些货 只是买了一个购买的资格 等到真的要去拿这个包的时候 还是要再花钱的 所以错过了这些有纪念意义的时间点 我也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再催了 婚礼之后大概是三月份吧 他又offer了一个灰绿灰绿的颜色 叫Vert Amanda 也是迎扣的 但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想要的是金刚色迎扣的Burking25 不知道他是忘了还是为啥 就一直给我offer的颜色都不是我想要的 毕竟费这么大劲买一个包 而且已经等了这么久了 我就觉得还是要买一个自己喜欢的才行吧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说 等到有大象灰 金棕 或者黑色迎扣的Burking25的时候 再跟我说吧 任意一个颜色我都会直接冲的 所以那之后就一直杳无音讯了 他也没有再召唤我回去进贡 我的这个sales还是挺良心的 就是配齐了之后 他就没有再主动叫我回去买东西了 而且也在尽力满足我的要求 所以这段时间就是什么也没买 所以也就没有更新了 今天是六一 我来了 我来了 我带着新包走来了 猜猜他是谁 我们一起来拆拆看吧 就是他 大象灰的银扣Burking25 这周一sales突然给我打电话说 有包了 问我要不要 我一听这个颜色 那我当然是要了 本来是想要周末 也就是今天去拿的 但是他只能保留三天 于是就星期一晚上去拿了 第一眼看到这个包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颈纹 还是有一点多的 但是sales说 togo皮都是这样子的 我说真的假的 怎么我看网上人家的图 大部分都没有颈纹 不会是人家嫌这一只颈纹太多 不要了你才给我吧 sales说 哎呀我没有骗你 网上的图看着没有颈纹 大部分是因为灯光和角度的原因 togo皮是一定会有颈纹的 当时我看到这个包 就跟人家求求说一定要给你 因为我知道你已经等了很久了 所以人家一点头 我就立马打给你了 就是我又立马打开了小某书 仔细地看了看网上的图 确实是不可完全避免紧纹 于是就交钱走人了 25确实看上去不是很大 但是他这个包 其实也就是一层皮 它里面这个容量还是挺大的 如果装太多东西的话 我觉得会很重 就感觉提不动 虽然我挺大一人 那相比起凯莉 我之前更喜欢Broken 是因为它这两个边斜度没有那么大 就看上去感觉没有那么lady 但是现在也有点喜欢凯莉了 因为它有个肩带 可能实用性就更强一些 从2022年9月正式入马场 到现在是2024年6月 新账户拿到第一个quota包 一共历时20个月 其中配货10个月 等包10个月 不算之前的菜篮子和Yvelin 我一共是配了21000新币 这只包的工价 现在是17000新币 所以配比大概是1比1.25左右 但是这个配比吧 就是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门店 甚至是不同的sales 都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就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而已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说 每拿到一个配额包 就算一季 那么普通人养马日季 至少是第一季 完美收官 耶 会不会有第二季呢 就顺其自然吧 因为我现在对买包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欲望 就像长歌行李说的 大道无为 不争 不强求 就静观其变吧 如果有喜欢的配合 那就买一买 然后配到了的话 那就可以顺便搞一下下一个包 毕竟咱也只是普通的打工人 这个购买力还是有限的 最后就是回应一下 有一类评论是说 你都买爱马仕了 怎么可能是普通人呢 有买爱马仕的钱 还不如买辆车呢 网上有关于普通人的解释是指 大众中普遍存在的人 没有特殊的身份职业或特质 普通人可以包括打工人 也可以包括其他从事各种职业 或各种领域的人 他们的生活方式经验和观点 通常与大多数人相似 没有特别引人注意或广泛知名 普通人可以拥有不同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 至于说 有买爱马仕的钱还不如买辆车呢 这个在国内确实啊 就比如最近比亚迪新出的一款车 它落地可能就大概是9万多人民币 就差不多是这个Burking的工价 但我现在是住在新加坡嘛 在新加坡买一辆车 撇开这个车的单价 比如说 首先要拥有一张拥车证 这个拥车证的价格 大概是8万到10万新币 那新币和人民币的兑换比是1比 现在是5.3 所以这个拥车证 大概就得40多万到50多万人民币了 那同样的车 在国内可能卖10万 可能在新加坡也卖10万 或者是更贵 但是这个货币是新币了 所以在新加坡买辆车 我现在是真的买不起 但是买一个爱马仕 我还是可以负担的 在用自己的尺去度量别人之前 可能先去多了解 多思考一下吧 我觉得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 普通人养马日记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 和这一个系列的视频 还是不要忘记点赞 投币和关注哦 谢谢大家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 想要交流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之后如果不出养马日记了 我可能会出一些购物分享呀 或者是之前关于婚礼的伴手礼呀 搁单或者是衣服鞋子的分享 又或者是一些旅游的vlog呀 反正就是一些普通平凡的我的日常吧 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关注 或者催更哦 谢谢大家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